玉里镇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委 关志忠主办的111年八通关杯桌球锦标赛 在玉里高中体育馆热闹开打 而玉里镇长候选人潘岳霞也特别到场 和孩子们互动合照加油打气 玉里镇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任委员 关志忠主办的111年八通关杯桌球锦标赛 在玉里高中体育馆热闹开赛 玉里镇长候选人潘岳霞也到场 跟孩子们互动合照加油打气 赛程的过程让我自己也感动不已 报名的人数将近超过300人 那八通关杯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已经非常久的一个历史了 大概有将近20多年快30年了 那每一次办八通关杯的时候 全国各地的一些爱好运动的 不只桌球还有篮球网球 还有其他的慢跑脚踏车 都以我们这边的交通不方便 可是所有的全国爱运动的选手 每一个这个时间到了 就会很关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都会到玉里镇来打球 真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到玉里来 每年的桌球比赛都有将近300多位的好手来参加 玉里也一直都不乏桌球知名好手 他们需要一个好的舞台来展现 今年国小组总共有28队 社会组总共有22队 潘岳霞表示八通关杯相关赛事 已经是全国关注 所以呼吁中央县政府能够重视玉里南区的交通 希望我们的交通建设 尤其是舒花改 那还有铁路双轨电气化 这个都是国家的重大建设 那也要很积极的赶快快速 因为不止花莲人要需要交通 这些所有世界各地的 一些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都也希望整个台湾的一个交通网 是一个非常串联非常得意的 所以我也希望在趁这个时间来呼吁 中央相关单位及县政府 能够挹注我们这边的交通 能够非常的安全顺畅 潘岳霞表示20多年前 他的丈夫潘复明担任玉里镇长时 积极推动八通关杯球类比赛 每年暑假球员们不为路途遥远 仍来到小镇来打球 借此唤醒政府各单位 能够重视交通建设 对花莲南区发展的重要跟影响 因此借着比赛 让运动带斗观光 做最好的在地行销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